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香蕉超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个人PokerVlog第13集的视频 今天这场牌局可谓非常悲惨 胜率各种糟糕 好不容易中了大牌 却又撞到了比我们更大的冤家牌 那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进入首牌之前 还是先例行介绍一下今天的筹码分布 黄色10蓝色100绿色1000买入1万人民币 今天的第一把牌遭遇就非常难受 翻牌前我在小盲位起手勾勾 之前中间位置一个玩家Limp 专为玩家加注到80 那我这里勾勾显然是不希望游戏多人抵持的 跟注很容易就会把大忙 包括中间Limp的玩家一起带进来变成多人抵持 而勾勾显然是不适合在不利位置 游戏多人抵持的 于是我选择做了一个3bet到360 但是燃并软 虽然大忙弃牌了 但是Limp的玩家选择了冷call360 专为也call 三人3bet的抵持开始了 翻牌是k53彩虹面 比较干燥 我这里可以持续下注 也可以过牌 如果是单挑抵持 我会选择高频率的持续下注小注 但是这是一个多人抵持 并且我是第一个行动 我只能选择过牌 我过牌之后中位和装卫玩家也都过牌 随后转牌是一张红桃6 牌面既形成了听花的可能 也形成了听顺的可能 这里我判断两个对手大概率不会有4-7这个组合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类似像6-7-7-8的组合 同时还有一些两高类似像 A圈勾圈以及7-7到差不多10-10的口袋队 面对这些牌 我的勾勾是完全可以在转牌去下注要价值 以及拒绝对手一些抵持权益的 并且根据翻牌的行动 我们这里基本只输66 于是我选择下注600 差不多是半持多一点 中位玩家跟注 这个时候专位玩家选择推出了自己的全部后手 大概是2200左右 Oh no 那我们这里自然是非常不舒服的 首先专位玩家并不是一个疯狂玩家 他的这个all in大概率是一个价值拳牙 并且我后面还有一位中位玩家的存在 我们的勾勾面对这个all in 实在是没有能力去跟注 于是我只能无奈的选择弃牌 在我们弃牌之后中位玩家也弃牌 专位玩家则是很友好的秀出了他真的是66 非常无奈 这种牌没有早知道 我打牌也从来不会倒推复盘 这里只能自我安慰 这只是运气不好 相信平时有自己打牌的观众一定也体会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自己有牌的时候 要么就是对手比你的牌更大 要么就是干脆没支付 这把牌翻前我在COA用四五方片铜色Open60 只有大忙跟注单挑 翻牌是A55彩虹面干到一滴水都没有的翻牌 如果对手有A我觉得拿两条接价值也差不多了 如果对手没A我们在翻牌就下注 肯定是一条接价值都拿不到的 于是我在翻牌选择过牌 转牌是方便期多了一些后门花以及后门顺的可能 这个时候大忙跳出来零打了80 我似乎觉得价值来了 于是我选择果断加注到300 但是这把牌也就在我加注到300之后就结束了 大忙选择了气牌 我们喜提一个不到300的巨型底池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把常规随败的底池 翻牌前 COopen60 我在庄位拿到了一个非常适合做3bat的起手牌 K圈同色 选择3bat到200 CO跟注 单挑 翻牌183彩虹面 非常适合做持续下注的一个翻牌 我选择下注1-150 CO跟注 转牌是红桃4 算是一张对我们帮助非常大的转牌了 不仅没有增强到CO的范围 同时给了我们非常高的两高张抽花的胜率 非常适合持续下注平衡自己的成牌范围 同时进一步给对手施加压力 于是我转牌选择下注大注700 成功迫使CO气牌 我们顺利的收下了这个3bat pot 今天这场牌局剪辑到这里 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称之为检讨级了 这把牌我在hijack看牌 A勾黑桃同色 open60之后是专位跟注 小盲跟注 三人抵持 翻牌是圈84两个黑桃 我们击中了一个A高的坚果同花听牌 因为我们是在听坚果 所以过牌和加注都是可以的 我跑了一架随机数 这里随机数是什么呢 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我选择下注70 专位跟注 小盲气牌 单挑 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方便石 我们增强到了两头卡 外加坚果同花听牌 虽然牌率看上去非常非常强 但是我们这里不妨仔细思考一下 在这个转牌 我们确实适合开出第二枪吗 一般来说 就算是听牌再强的半诈虎下注 都是要结合对手气牌率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数学上的正EV 而这把牌装卫的范围非常有可能大量集中在圈道8中间那一堆组合里的 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面对这个范围 我下注是几乎得不到任何气牌率的 更何况我们面对的玩家在这个转牌也并没有超值策略策略 所以我觉得虽然一般来说这个转牌可打可过 可是在我所在的这个特定牌局中 转牌用过牌跟注的路线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当时还是选择了下注180对手跟注 我们一起来看合牌 那合牌的处理就相对简单了 合牌是一张黑桃石 那我们只要瞄准对手一些圈差以及时差范围要价值就可以了 于是合牌我下注400对手跟注 这把牌 我们虽然最后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这把牌我在小盲位拿到了一手K圈不同色 面对的行动是前卫一个开持比较紧的玩家的Open80 并且有效后手差不多只有1500 所以我选择在小盲跟注单挑 翻牌是勾二三彩红面 我过牌后对手也过牌 那这里对手翻前这么强势 在这么一个牌面却没有持续下注 莫非是勾勾 随后转牌又来了一张红桃勾 那我觉得我似乎可以在这个转牌一七合成来一枪 如果被跟注甚至加注 我就放弃这个底池 那这个策略的下注尺度选择就比较讲究了 这里我直接选择超持260 成功拿下底池 这把牌就和前面那把A勾类似了 不过结果就没有前面那把那么好了 翻牌前我在Lowjack用圈九红桃同色Open60 随后Hijack跟注 CO跟注 Button跟注 大小盲气排 四人底池 翻牌是勾十五带一个红桃的彩虹面 我们在这个牌面的情况是还算可以的 有一个圈高的两头顺听牌 以及一个后门花 在这个多人池的翻牌 我还算比较冷静 选择了过牌 之后也都过牌 一起看转牌 转牌我们再次得到了我们的后门花增强 是一张红桃A 而且这张A也很容易掉入我们LowjackOpen的范围 看上去似乎非常美好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就如同我前面所说 再美好的半炸虎 都是要建立在有足够气排率支持的情况下的 所以这把牌就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下注180 Hijack跟注 CO跟注 Button则是加注到600 我无奈破于赔率 跟注之后 Hijack则是突然推出了一个Orling 随后CO和Button都弃牌 那我这里不管Hijack这个Orling推的再怎么突然 再怎么不合理 我们也是都没有办法跟注的 于是我们也弃牌 那在大家都弃牌后 Hijack则是秀出了他的牌是A10 而Button则是A5 那我这里自己这里的话 是不用去管对手到底是什么的 这手牌我们错误的行动是不仅让我们在转牌损失了600 并且还不能看到合牌去实现胜率 真是鱼到家了 哎 确实应该检讨 这边的话我是在损失了刚刚这个底池之后呢 又补了5000的筹码 这样一来今天晚上的买入呢 总买入金额呢是来到了15000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阴挫阳差之后呢 我们总算是等来了一把奶奶牌 自我安慰了一下 翻牌前 Logic open60 我在CO用A圈做了一个随bet到200 Logic跟注捍卫 单挑 翻牌很美妙 A圈5彩虹面 Logic过牌 那这里肯定是个百分百全范围下注 我打130 Logic跟注 转牌是一张黑桃5 是多了一些后门花的可能 不过这把牌黑桃A也在牌面上 所以后门花的可能性挺低的 只有一些圈叉黑桃同色 那这把牌 我们主要还是平衡自己的随bet的激进范围 转牌没有理由停枪 于是我转牌再次下注420 对手弃牌 我们拿下了这个安慰性的底池 OK 这里再来一把安慰性的炸弹彩池 我们的起手牌是十圈黑桃同色 第一个翻牌是七八九彩虹 第二个则是勾十五 我们在第一个翻牌 有一个坚果两头顺听牌 第二个则是中了一个中队石 不过翻牌都没有下注 一起看到了转牌 转牌对我们非常美妙 上面是黑桃勾 下面也是勾 不仅是让别人拿到勾的可能性降低 同时第一个牌面 我们拿到了坚果中的坚果 不仅可以要十的价值 还能free roll同样的十圈 于是我赶紧下注200 只有庄位跟注单挑 最后盒牌又仿佛在告诉我 今天注定不能赢钱 上面是圈 下面是草花四 我无奈的打了一个阻挡住200 庄位跟注 庄位竟然有够 于是我们就平分了这个炸弹采池 OK今天这场排局差不多也要结束了 这场排局就像温水煮青蛙过程中 似乎没有输什么特别大的底值 但是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筹码一直在减少 最终在结束的时候是水下了4600 非常郁闷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排局当中 能不能挽回损失 继续盈利呢 赶紧订阅我吧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